证监会主席郭树青即将调任中头的传言尚未演其息鼓 昨天市场是再度给郭树青安排了又一个去处 即将出任山东省省长 对此证监会回应表示 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郭树青是在2011年10月出任证监会主席 目前任职18个月 任职期间致力于整顿股市并吸引外资 为重振投资者信心 他就任后着手应对内幕交易问题 并开始采取更严格的股票上市标准 郭树青试图让中国股市采取更接近于西方的模式 扩大债券市场规模 并防止水准较低的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其措施是得到了中国境内外投资者的欢迎 不过一些国有企业正寻求上市 部分的国有银行担心来自国内发债实体的竞争 有些监管机构的职能也有所退化 证监会的措施呢 使郭树青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郭树青在提升股市和债市融资作用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呢 是他们不太受国有银行等既得利益群体的欢迎 传统上呢 中国企业一般都从银行寻求贷款 这就使那些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的国有银行的利润得到了保证 而上市程序呢 也是对有省级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有利 这种情况引起私营领域中中小企业的不满 他们无法获得所需的融资 这种情况引起来